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米吾順邪 又到了一週二期民轉線的時間 上個星期我們見識了台灣女鬼榜榜首陳首亮的故事 今個星期繼續有兩位都是同樣很出名 他們的故事自古流傳到現在都不時引來熱烈的討論 甚至乎是被拍成劇集或電影 他們就是臨頭者和耳仔姑 在我分享這兩個女鬼的故事之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點讚、訂閱、分享、留言 留言告訴小師妹你對影片的感受 又或者下一次你想聽哪裡的故事呢? 同時間如果你又或者你身邊的朋友遇到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又不知道去哪裡說的話 歡迎你透過米吾順邪的Facebook專頁 又或者是小師妹的email 將你們的故事告訴我 同時間我們這個頻道已經開放了會員功能 所以如果你想繼續支持小師妹的話 除了看影片之外 你都可以加入成為我們的有緣人 亦都要賣多一次廣告 小師妹自己的個人Facebook專頁 亦都已經開通了 大家可以在Facebook找 Jacky小師妹 就會找到我的個人Facebook專頁 在這個專頁裏面 大家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小師妹 廣告賣完了 現在馬上帶大家看看這兩位女鬼的故事 臨頭者這個故事其實有兩個版本 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是比較廣為流傳有關附深漢的故事 在清末時期 台灣台南赤坎流西南方的這個地方 住了寡婦李超良和她的三個小朋友 而李超良的丈夫陳通明 就因為坐船去中國大陸做生意的時候 由於海上的風浪太大 船就翻沉了在當時叫做黑水溝的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台灣海峽 沉了丈夫也死了 而丈夫死了之後 李超良就靠著她亡夫的遺產 獨自撫養三個小朋友 在這個時候 丈夫生前的好朋友 廣東山頭人周瓦斯 經常來到家裡虛寒問亂 而李超良對周瓦斯也因此而日久申請 但由於當時的社會道德的禮教比較保守 過往甚密的一些關係 還要是一個寡婦和陌生的男子 就很容易引起鄰居和屬人的非疑 但由於這個周瓦斯對李超良 即是世神劈怨落了一個寵誓 就說如果我對你恃亂中氣的話 我願意受天打雷劈 所以李超良就排除眾人的反對之後 嫁給這個周瓦斯 還將他亡夫的財產交給這個周瓦斯打理 但原來周瓦斯接近李超良 就是為了錢 她知道她的丈夫陳通明 留了一大筆遺產給李超良 所以她就要去接近她 取得她的信任 利用一個女人最脆弱的時候 最無助的時候 慢慢地讓李超良相信她 還愛上她 而周瓦斯用李超良大部分的財產 就在台灣買了一批張佬、借糖 做貿易生意 運到香港去轉售 賺了暴利之後 馬上回到山頭 娶了另一個老婆 就將這個在台灣苦苦等待的李超良 遺棄了 李超良當時愚愚愚地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依舊日夜夜地等待周瓦斯的歸來 但是她就一點音訊都沒有 到李超良將身上僅有的錢用盡 生活都開始陷入一個絕境 其中兩個小朋友相繼餓死凍死之後 李超良在最後一個雨夜 親手捏死自己的小孩子 而且在林頭樹上釣 因為自從有個女子 走到林頭樹下釣頸自殺之後 半夜經常見到一個披頭散發的女鬼 在這個林頭樹下向老過的小販買東西 而這些所謂的錢 一到小販的手上的時候 就會變成紙錢 嚇到當地的居民人心惶惶 之後為了這個地方安寧 又或者知道了李超良的故事 居民就去大家夾錢 要起廟 然後就供奉香火 並且就叫這個披頭散發的女鬼 做林頭姐 因為她在林頭樹下釣頸 但是立廟不能夠消除超良心裡的冤痕 在某日下大雨的時候 相傳有個山頭來的算命先生 進了這間廟裡避雨 超良的冤魂 因此現身去求這個算命先生 將自己的身世告訴她 而算命先生之後答應 幫她黑一個神主牌 藏在一把傘裡面 讓她的冤魂能夠跟隨自己 渡過這個黑水溝 即是台灣海峽 而這個算命先生 就將這個超良的雲魄 藏在一把傘裡 然後就帶著超良 來到周瓦斯在汕頭的家裡 那算命先生就在周瓦斯的小兒子 滿穴那天出現 即場打開傘 在傘裡走出來的林頭姐 立刻由一個初初可憐的藥女子 變成一個披頭散發的麗鬼 本身在家裡切煙 因為兒子滿穴 見到這樣的情況 就已經嚇到黏了線 esty International 那絲樑呢 立刻就衝到周瓦斯里 驅上了她的身 演員 ANDREW 那就看到奔律 看到周瓦斯 自己是在大廳裡 在藍藍不治愈 然後又說了很多人聽不明白的事情 在這裡自殺 等一px 然後呢 就拿起菜刀 殺死了自己的老婆 叫兩個小朋友 然後再自殺 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情節亦略有出入 例如有些人傳說帶李超良去找周瓦斯 不是算命先生,是一個官府的牙差 有些又說騙才騙色的角色有些不同 有些人說是亡夫的好友周瓦斯 有些人說不是,是附近的地方那些地蹲 有些細節的情節都會有所不同 但相同的是,都是女主角在臨頭樹下上吊自殺 並化作麗鬼 講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什麼是臨頭樹 臨頭樹是一種熱帶性的樹木 原產在太平洋熱帶地區的海岸或印度、台灣 台灣主要是生長在海濱地區 原住居民生活中比較重要的植物之一 原住民會採集臨頭樹的果實做乾糧或零食 拿一些樹葉來包飯糰、拿根來做成索 總之,臨頭樹整棵都是有用的 當時的漢人也是用臨頭樹的樹葉去積帽 在日治時代甚至名列台灣三大帽之一 另外兩個就是大甲帽和紫帽 我們剛才以上講的 臨頭樹有地域範圍生長 主要是在台灣南部的海邊 所以為什麼臨頭者的故事都是出於南部 只不過有一個問題 臨頭者在臨頭樹上吊 但是臨頭樹的樹根一點都不粗 要承受一個成年人的重量是實在有點困難的 而估無論是什麼都好 臨頭者的故事就由很久之前 流傳到現在每年台灣的鬼節 都會想起的一個鬼故事之一 而這個這麼有戲劇性的情節 其實一早已經是台灣的歌仔戲 經常做的一些劇目 甚至乎這些臨頭者的故事 經常都會成為一些創作者的元素 在一九五幾年代 台語電影市場的崛起 令到臨頭者這個故事都首次被拍成電影 到之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都重拍過兩個版本 另外甚至乎有一些樂隊 也都是創作了一些歌 用不同角度去講述這個臨頭者的故事 而有一個叫做行人出版社 在2015年的時候推出了一本叫做 《台灣妖怪研究室報告》 也都將臨頭者收錄在台灣白妖之日 可想而知 臨頭者的這個故事 台灣的民間都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這個故事也是在勸告大家 善惡中有報 只是遲定早 走得夜路多 別有遇鬼事 其實關於耳仔菇的傳說 確實發生在何年何月何日 都已經不知道了 無從稽效 但有人說 這個請耳仔菇的儀式 早在台灣的日治時期 曾經在台北市出現過 而這件事也記載在《民族台灣》這本刊物裡 是由一個由六港嫁到萬華的老虎人口述 在這本書裡 在台灣當地的民間妖怪傳說之一 而這個請耳仔菇的這件事 就是一些未婚女性 會在上緣節又或者中秋節的時候 舉辦的一種他們所謂的遊戲 而似是什麼類型的東西 就是似筆仙、蝶仙等 亦都是透過一些物件來交流 問問題的一些儀式 而耳仔菇究竟是誰呢 相傳有一個很小時候 已經沒有了媽媽的小女 她不單止失去了媽媽的照顧 相反她有一個非常狠毒的姑嫂 有傳聞就是這個姑嫂 經常要求這個小女 做很多粗重事 就是燒柴煮飯 由於以前煮飯是用做的 所以為了不讓這個柴火熄滅 這個姑嫂就要求這個小女 每一天都坐在一張燭燈上 為這個燒不停添加柴火 但是由於這個小女真的很小 有時候不小心整熄了火 就受到這個姑嫂毒打和虐待 有傳又說這個姑嫂 只是准這個小女睡在燒頭附近 又沒有給她足夠的食物 所以這個小女因為經常捱打 又吃不飽 所以身體越來越虛弱 而有一天 這個姑嫂起床的時候 遇上就打算呼喝這個小女去煮飯 但是發覺沒有人應她 她就走去燒頭附近看 發現這個小女已經坐在這張燭燈上 死了 屍身都開始冰冷 相傳說這個小女死的時候只有三歲 而這個姑嫂根本就沒有把小女的死當是一回事 隨便把她的屍首埋在這個豬舍裡 之後慢慢就演變成這個耳仔姑的傳說 就說這個小女的雲頭 就依附在這張燭燈上 所以才叫做耳仔姑 後來為了去吊臉這位這麼不幸的小女 當時的姑娘都會對著那張燭去參拜 後來民間為了不再被這些慘劇發生 就將三個共同都是被家暴虐待致死的女靈體 就當成一個保護養女的守護靈 分別就是剛才的耳仔姑 還有一個陳姑娘和阿秀姑娘 而每年的元宵節 即上元節就是正月十五 或者中秋節八月十五 大家都會透過一些神秘的儀式 就可以去問耳仔姑問事 但請耳仔姑的情況下都有一定的風險 儀式開始之前是需要準備一些特定的製品 要準備的東西各有各講法 大致上都離不開竹椅、水桶、湯羹、飯羹 即是有一些碗盆、胭脂水粉、膠剪、花、水果等 詳細就不再一一列舉 因為各地流傳的版本都有所不同 而儀式就是由兩個女孩子分別拿著四個椅腳 小聲就反覆去念一些叫做 召喚耳仔姑的歌謠或咒語 一般其實有七個不同的版本 而唱完歌之後 如果耳仔姑的雲頭是來了現場的話 這兩個女子是會覺得 將椅子開始變得重 而覺得有重量 就可以開始去問耳仔姑的問題 不過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因為耳仔姑是被她姑嫂虐待致死的 所以民視的現場是不可以有耳婚女子 否則耳仔姑是不會出來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突然間離手消失 即是拿著椅子的兩個女子 不可以突然間扔下椅子 也有說其實唱歌謠或念咒語的時候 一定要將歌詞圓圓整整地說出來 不可以突然間停下 或者是有甩咳 否則這個參加者就會失魂落拍 甚至乎是精神錯亂 而這個耳仔姑是會用飯羹前後擺動 去敲擊水桶來回答問題的 例如問她明日是不是天情 如果天情的話 你敲三下 然後就會有三下的敲擊聲來回答這個問題 而時至今日其實都仍然有不少的未婚女子 就會對著這張竹椅去參拜 當初都是祈求伊仔菇保佑他們的平安 或者是有些民事的事情 而台灣有一套電影叫做《總邪》 而《總邪》有第二集的 叫做《葵江總邪2》 這個劇組是在第二集的《總邪》裏面 增添了伊仔菇的傳說 劇中說到許安直小姐飾演的女主角 是一個靈異體質的人 在一次召喚伊仔菇的儀式中完全失控 幸好有人出手相助 但是傳出來的是 這個女主角在拍完這場戲之後 真的召喚到靈體 而事實上許安直小姐為了拍好這場戲 在家裡已經把召喚伊仔菇的台詞 背到滾瓜難熟 但是她在練習的時間 其實都覺得 周身不舒服 如果真的召喚到怎麼辦呢 而這個女主角片場也受盡折磨 甚至乎哭起來 就說我之前都覺得這場戲可能會難的 但我猜不到真的這麼難的 因為事關許安直小姐拍這場 耳仔菇失控的這一幕 她是會拆開 technology 要被這條件抓的 到時候她的手要抓緊椅子 所以她的掌心有些 cientин 損傷 身體部分也受傷 撤損 要在現場即時去查藥 但之後有一晚許安直小姐收工回家時 經理人發覺她的狀態很差 原來許安直回家時 看到一個血淋淋的女人頭靠近她 嚇到飛街 最終要監製請來一個法師出手 才證實原來在拍完這個戲份之後 《耳仔菇》這場戲 真是召喚了一些靈體跟她回家 而法師最後幫她收經 再送走靈體 燒椅子 這件事才告一段落 雖然聽完《耳仔菇》的故事 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這樣被受虐待而過世 都是真是很可憐 而我亦都相信 虐待她的孤嫂 才有她的恩果要承受 但是請耳仔菇這件事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 請耳仔菇、懶仔菇、疊仙、筆仙 很多不同的他們所謂的占卜遊戲 但是大家千萬不能把它視為一個遊戲 因為有很多事 其實因為我們的好奇心 會去主動接觸一些靈界 透過不同的方式 而真是不建議自己去立戀做這些事 分分鐘真是惹禍上身 就算有專業人士在 都是因為滿足你自己的好奇心 而去做這件事 都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 所以奉勸大家 收起你們自己的好奇心 不要隨便去做一些主動挑釁的行為 我俗稱它為 無緣無故整達了 當然 機緊 米吾順扯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